我先来举例,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个亲子教养面面观这个网站 然后里面必须要有很多亲子教养的这些议题 那这些议题呢,我要在短时间内产出 我就先到CheckGPT里面去 比如说,请问关于亲子沟通的问题有哪些 请列出十个最多人问的问题 然后他就帮我列出这十个 OK,那这十个呢,你可以去挑选你最想要的几个 或者是你一次全选也没关系 假设说我现在做示范不要太多,我选五个就好了 就这五个,我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我们到网站的后台来 这边有一个Single Generate 如果你看不到英文没关系,按右键翻译成中文就好了 单生成批量生成,单生成就是单一篇文章的生成 这边就是填入标题,可是我们刚刚有五个标题嘛,就填入一个 然后这个结束是指两个,这样算一小节 然后里面要有几个段落 这边有三个段落 所以刚刚是2、3嘛,两个结束 然后里面有三个段落 我们看一下刚刚这边是2,这边是3 然后这边预设是产出文章 然后你就按创建帖子,它就会开始产生了 那另外一种比较快的方式就是批量 批量就是大量产生,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个贴上去 这边五条就把它贴上去 那右边就是内容参数 这个内容参数是说,假设你这边没有先去设定模板的话 这个模板是可以去更新,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 它这个是预设的,那你可以在这边修改 就直接在这边选中国 底下呢,这边参数啊,你就可以先保留预设就可以了 模板意思就是说,把右边的这些参数啊 全部都调整完毕之后 然后你再储存,它就会生成一个模板 像这个默认就是default值预设的啊 另外有一个1800到2000字 这个是我自己另外开出来的模板 那你们拿到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我都会先帮你们把这个模板创建出来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选你的这个文章是要预设的 还是要1800、2000字的还是要900字以上的 那这边的段落呢,也可以设定 那只要你套完模板之后呢 这些设定你完全都不用设 但是要记得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呢 之前章节有教你先去把预设的类别先设定好 那你产生文章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放在那个类别里面 那个blog文章类别里面 好,我们就直接按产生 然后呢,你现在看到它跳出一个视窗啊 它就是说Arrow产生了 因为ChatGPT目前的要求太多 就Overload 就是已经过载了 太多人在使用了 因为毕竟它现在还是完全免费的状态 所以很多人在用 那没关系 这时候呢,你会看一下它这个画面 它已经帮你生成两篇了 那两篇之后你就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你可以继续等 或者是你直接把它结束掉 因为这个两篇意思是说 它已经放在草稿里面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草稿 这边有一个edit 你按一下edit 我把它另开视窗 你看它已经跑出来在草稿区里面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去按一下预览 这边有个预览按钮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还没有放照片 所以你会发现文章 我们刚刚这个样板的设定是有四个章节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有1234 那这四个章节呢 它的字形其实是h2 h2在seo里面比较容易被搜寻到 而且也比较漂亮 像这样有一个灰色的底 这是最基本的用法 那如果要再加图片的话呢 我们就进来刚刚草稿这个地方 然后右下角 这里有个精选图片 你点一下精选图片 那有两种方式 假设你要最简单的 无脑的方式 你就按这个free image 然后去搜寻一个关键字 那你用google翻译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英文是communication 那这边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到google翻译去 然后打沟通 然后这边英文翻译出来 按右键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再到这边贴上 按一下enter 它就收出相关的图片了 那这些图片都是免费的 那你就可以找一张示意图 譬如说这一张你要好了 你就点一下 然后右上角这边有个save 并且插入insert 插入你就按一下 它就开始下载到你的网站里面 它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精选图片 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按发布 那这文章就已经发布出去了 检视文章 你就可以看到前台文章 已经跑出来了 就长这样 然后我们到所有文章去看一下 在所有文章这边就会看到这张图片 然后近期文章这边也会跑出来 那你看这个底下 这个边是我都还没有放照片的 测试的文章 那你会发现这个文章的主旨 是它自动生成的 愉快性质沟通 营造幸福家庭 其实我们在生成文章的时候 我们如果希望这个主题 跟我们自己输入的文字是相同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勾起来 如果你没有勾选的话 它就自动依据你这个问句 然后它帮你生成这个主旨 这个标题 有它帮你生成 这个就是最快速最简单的方法 那当然如果你自己想要换自己的图片 那我们可以再把它点进去 让你看一下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点编辑文章 然后再到右下角这个图片点一下 这时候你再选择上传 大家记得依照我们之前章姐讲的 先把图片做压缩 可以把图片压得更小 然后按开启 上传 然后按设定清选图片 这样图片就换成你自己的图片了 然后这时候再按一下更新 我们再去看一下检视文章 这样图片就换成你自己的了 然后我们回到所有文章来看一下 这样图片就变你自己的 缩图也轻自动跑出来 这样有没有很简单 有没有很快 你一天就可以产出 数十篇上百篇的文章 而且又符合SU的要求 又有这个H2的大标题 文章非常专业又漂亮 怎么样把广告插在任意版位 来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是单一篇文章 首先你会看到上面这一串文字 图文不符声明 上方图片是流奶爸生活记录照片 与文章内容无关 所以我来做一个宣告 那你这个宣告呢 我是每一篇文章都有 你看我随便点一篇文章 文章上面就会有这张字 每一篇文章都有 然后最下面也有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就算是一个广告版位 像上面这串文字也算是一个广告版位 只是说你想插入文字 或是想插入图片 甚至是想插入文字的连结 或图片的连结都可以 像这个图片连结 点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连到我自己的销售页面 所以每一篇文章呢 都会有这样的连结 然后我随便点一篇文章 每篇文章都一样 那这个是在后台可以直接插入的 像这个 甚至是在右边的这个区块 像我刚我故意把这行文字 也同时插在右边这个区块 然后这个图片我同时插在右边的这个区块 那因为左边跟右边的板面大小宽度不一样 你可以在右边用一个正方形的图片会比较适合 然后左边这个主要区块用长方形的会比较适合 那我们在课程里面就会介绍 怎样快速的去修改这些图片啊 还有这些文字 让你可以直接插入每一个文章里面 而且不管在文章的前面 后面或是中间 通通都可以 那它最大的目的要用途是什么呢 假设说你今天是经营一个联盟新销的网站 你必须去帮厂商宣传商品 然后你去赚得这个联盟新销的奖金 那你就可以插入这个文字连结 或者是图片的连结 然后连到厂商的网站去消费 你就可以拿到联盟新销的奖金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商品可能就已经下架了 你就必须去更换这个广告的图片连结 对吧 可是你的文章可能有好几百篇啊 你要怎么去快速的更换呢 我们就会教你怎么样在后台 直接把这个图片连结全部都换掉 不管你有五百篇还是一千篇的文章 都可以同时直接换掉 非常的方便 那右边你要新增几个格子 放在右侧栏 放什么样的内容连结全部都可以哦 那在这之前 讲之前呢我们先给你看一个工具 就是你在网址列这边输入site 然后冒号 然后你的网站 我现在先输入我已经 已经原本就有的网站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请Google搜寻请列出我这一个网站 他已经被Google搜入进去的网址有哪些 他这边就有列出来 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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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到第十页都有 因为我这个网站已经好多年了嘛 所以他几乎每一个页面都已经被Google搜寻请搜入进来了 好你要记得哦 如果你没有一个网页被搜入进来 任何一个网页都没有被搜入进来的时候啊 你在搜寻请是找不到你的网站的 任何关键字都找不到 但是如果你的网页被搜入进来很多页 那你被找到的几率就很高 因为你的每一个页面都可能有不同的关键字 然后我们再一样sitesite 网号 然后aiblog 点infobox 你看 好你看 完全没有 一篇都没有 一篇都没有 因为是全新的网站 所以我现在来做示范 怎么样快速搜入进去 现在隔了一天之后了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在网址列这边输入 site 冒号 aiblog.infobox.comitw 这个就是我新建的网站 然后我们再 Enter查一下 你看已经跑出来了 然后他目前有 约有62项结果 所以大概 24小时之后 他就会把你这个网站里面所有的 当然 你因为你有提交这个 xml 就是sine map的记录 进去给他 给google search engine google search console 然后他就帮你一一列出来 你看这么有四页 所以在你的网址提交给google search console之后 隔一天这边都已经被搜入进去了 但是之前我们有讲过就是 收入进去 它代表了你可以被人家搜寻到 但是不代表你的搜寻 关键字一定会排在第一页 你还要去学习SEO的相关知识 例如说 要怎么去挑选 关键字或者是 常委关键字 常委关键字的意思是 搜寻量比较少 但是比较精准 比较可能转化成为你客户的关键字 我举个例子 所谓常委关键字就是 我们平常在搜寻的时候 假设你今天搜寻汽车好了 汽车这是一个广泛的关键字 它会收到非常多的厂牌 所以它不精准 但是你要挤进汽车 这个关键字的第一页 这个太难了 因为有很多大厂 或者是媒体 都会在你的前面 然后看这些新闻 还有一些大厂 Yahoo 这些大流量的入口网站 它一定排在你前面 所以你要跟人家竞争汽车 这个关键字就太难了 我们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另外一种就是像Toyota汽车 比如说我已经指定了Toyota汽车 那这出来的当然就是Toyota 再来Toyota汽车也很多车种 如果你在指定说Toyota最省油的汽车 OK 这个就是常委关键字了 就是说不是最多人会去搜寻的关键字 可是它却是最精准的关键字 你看如果一个人他会去搜寻Toyota最省油的汽车 代表他今天就是有想要买车的需求 而且他就是想要Toyota这个品牌 而且是Toyota这个品牌里面最省油的车 那它的转化率是不是最高 客户最精准嘛 所以我们要抢占的其实是常委关键字 不管你在做哪一个品项 哪个商品 你都要去思考说这个人要买的东西 他在搜寻的关键字里面 是不是常委关键字 像我搜寻Toyota最省油的汽车里面这些文章的主题 你就可以去参考 10款台湾最省油汽车推荐 第一名油耗36公里每公升日本公布最省油 2021年度日本最省油 那你是不是可以写2023年度什么什么Toyota最省油汽车巴拉巴拉巴 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上到搜寻结果的第一页 所以要这样去思考 常委关键字 然后再去写你的文章